家人们,今晚做梦的素材有啦 有个当女王的奶奶有多爽 几周地的墨镜随便挑选 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随取随用 还有世界顶尖设计师设计的皇冠 华丽奢侈的衣服更是别提了 甚至连猫咪都能跟着沾光 拥有一个粉色的毛帕架 不过当公主也有很多烦恼 比如舞会上 公主必须要和所有的王子跳一遍舞蹈 可从他们的舞蹈动作来看 可不像是贵族的王子 你看这个跳舞一直看脚鼠拍子 看来是临时觉得无疑了 再看看这个 跳着跳着 拔的腿劈叉也是怎么回事 转一圈回来 他对公主摇啊摇 实说有些尴尬 看看这个老头 舞蹈动作看上去 像是要迫降的飞机 还没成年的小屁孩也来凑着脑 别看他只有12岁 聊起女生来 那是一套一套的 幸好有位英俊潇洒的男人突然出现 才将米娅从一堆奇葩舞伴中拯救出来 只有和他跳的时候 米娅公主才不会这么尴尬 就在不久前 21岁米娅刚从大学变了夜 毕业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准备继承奶奶的皇位 成为新一任女王 因为第一次来皇宫 好奇的米娅四处闲逛 她发现走廊里有一条密道 顺着密道走进去 既然有一间密室 而在密室中有个小通风口 这里正好可以看到皇家厅正会的现场 原来在继承皇位有个规矩 就是要先成婚才可以继承 如果在21岁之前没有继承 那将会取消继承的资格 女王认为 现在都已经21世纪了 这条硬性规定已经不需要 可医员表示 这条规定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怎能儿戏 他们愿意给米娅共住一年的时间 找性仪的结婚对象 可有人觉得一年太长了 不如就60天 什么 30天 好 那就30天 米娅听到气坏了 30天内怎么可能找到爱情 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男的不想孙女失去自己的幸福 他告诉米娅 可以放弃这个王位 只是米娅想起爸爸说过的话 勇者并非无所畏惧 不管怎么样 米娅决定试一试 而在会议上 米娅是个有心计的人 找来了自己的侄子 让她去接近公主 然后继承皇位 隔天下午 她就带着侄子小刚 等门拜访 当米娅看见小刚后 整个人都懵了 原来那天在舞会上 她接近自己是有目的的 米娅保持微笑 上前礼貌握手 下一秒 奶奶气冲冲地去质问米娅 可在听说小刚 是带着目的接近自己的时候 奶奶理解了 为了安慰宝贝孙女 她请了米娅最好的闺蜜 陪伴在身边 随后竟然展开了一场 驸马选秀 这个男人不行 好多诚信 这个都54岁了 不行 太老 13岁也太小了吧 不行 听说这个风流得很 不行 63岁是怎么插进队伍来的 不行 看了这么多 最后众人把目标 锁定在一个叫小安的 飞行员身上 这个人年龄合适 长得也还行 就她了 确定好对象 公主立刻投身到 相亲活动中 米娅和小安见了面 记者全程陪同记录 为了培养感情 两人一起逛沙滩 一起打羽毛球 很快 小安向米娅求婚了 米娅的结婚对象谈妥了 皇师迅速对外公布 两人的婚约 一元怎么也没有想到 米娅竟然在一周之内 就找到了结婚对象 为了拆散米娅和小安 一元出了个馊主意 她让小刚去勾引米娅 小刚照做了 她吹着口哨出现在米娅面前 言语间近视调戏的语气 彻了一聊 米娅似乎真的心动了 两人甚至躲进杂物间 关上灯说叫叫话 可还没一会儿 就被女仆发现了 女仆将这件事告诉了女王 而女王虽然很气愤 但她相信米娅 未来继承王位 米娅一边要和同未来的 真命天子培养感情 一边还要介绍皇室的 各种高雅教育 什么都不会的她 在学习期间 闹出不少笑量 公主射的剑在树干上 在轮胎上 在钢炮上 在可可皮上 就是不在剑靶上 用扇子时 女王奶奶是这样的温柔 套路公主米娅这儿 甚至亲自上演人机大战 隔天的头版 头条新闻又有素材了 晚上女王奶奶 给米娅准备了一条假腿 为的就是明天 在检验皇家进卫军士 让不会侧身其瞒的米娅 不当众出城 可现场总有那么一些 捣乱的人 心怀不轨的医员 特地准备了一条假蛇 在马匹经过时 医员整日亮出了那条假蛇 马匹当的假蛇 不出意外受了惊吓 电波中 米娅的假腿 从马上掉了出来 一时间 米娅成了皇家贵族人 眼中的瞎饼 就在米娅伤心之际 小刚趁虚而入 试图通过这些举动 让米娅对自己产生好感 不过这一切 光头司机都看在眼里 光头司机警告了小刚一番 几天后的宴会上 米娅看到小刚 和一个女人走在一起 瞬间醋一大发 不服输的米娅 带着自己的未婚夫 走到小刚面前 她在小刚面前 炫耀起了自己的伴侣 小刚也不甘示弱 细数起自己朋友的优点 米娅的未婚夫 和小刚的朋友 看两人吵得那么厉害 现心离开了 争吵中 小刚突然吻了米娅一下 被她一吻 米娅还情不自禁地 翘起了脚 这不吻不要紧 一吻上了瘾 小刚追着米娅 想再讨一个亲吻 追逐中 两个人一不小心 扑到了水池中 米娅知道 这一切 不过是小刚在迷惑自己 这也更加坚定了米娅 成为女王的决心 第二天是游行日 途中 米娅看见一个女孩 正在被其他小伙伴欺负 米娅随即叫停了 游行的队伍 她走到女孩面前 问她想不想成为公主 可女孩起来有些自卑 这一刻 米娅用自己的公主的身份宣布 今天所有的女孩 都能当公主 然后为所有在场的女孩 都戴上了皇冠 拉着她们一起 走在了游行的队伍中 女王为公主的这一表现 十分欣慰 公主米娅 终于长大了 而一直有目的接近的小刚 也对公主有了改观 晚上 公主还请来了 许多小女孩 来参加睡衣派对 那么公主要上厕所怎么办呢 只需要和一旁的侍卫说一下 随后女仆就会带着公主去如厕 派对继续 在玩乐中 米娅和各位公主的关系 越来越紧 派对气氛好奇了 却连平时一贯优爱的女王 也忍不住加入了其中 米娅的种种表现 让小刚觉得 她是个合格的领导人 也许让米娅继承王位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小刚决定放弃这个王位 因为她真正爱上了米娅 一元看小刚深陷爱情之中 便赞同了小刚的做法 可她心里不甘心 就这么放弃这个王位 虽然小刚是米娅的竞争对手 可她看到小刚心里 还是会忍不住小鹿乱撞 为了和小刚聊几句 米娅支开了为魂服 小刚舍把手将米娅射牵 大概就是爱情的力量 从来没有射中过靶子的米娅 在小刚的教导下 一下子就射中了靶子 小刚想跟米娅表白 视为区突然出现 打断了他们 公主从二楼 直接跳进了男人的怀里 两人车马奔躺 私奔到河边 从诗词歌赋 谈到人生哲理 互相交换着彼此的秘密 期间 两人的手从未断开过 这一晚 两人将永生难忘 隔天一早 米娅迷迷糊糊醒来 看到心爱之人就在身边 米娅又害羞又开心 这时她看到湖中央 停着一艘小船 里面正躲着一个偷拍的狗仔 米娅瞬间变了脸色 她没想到 小刚就要会找记者设计她 她跟小刚相无而免的视频 很过去传了出去 伤心的米娅告诉奶奶 自己被陷害了 奶奶关心米娅 还想不想嫁给小安 这时小安找上了门 她对昨晚的新闻 感到十分生气 米娅解释 自己和小刚什么都没发生 小安试着吻了一下米娅 但就是这一吻 让两人都明白了 他们对彼此没有任何感情 但奈何 两人已经定下了婚约 但既然有婚约 小安希望 还是将她完成 两人算是约定好了 婚礼如期举行 在米娅婚礼当天 女王依旧请来了 最开始给米娅改造型的托尼 女王今天的婚礼造型 全交给她了 可是这 确定不是录角吗 那再换一个 才几年不见 托尼的手艺怎么还退化了 另一边 即将痛是二人的小刚 不打算出席公主的婚礼 这时 米娅决定说出真相 其实 她不出席婚礼 才是议员的最终目的 那天偷拍他们的记者 其实是议员安排的 对于记者的事情 小刚并不意外 但是她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先阻止自己 心爱女孩的婚礼 不过家里四个楼的 交通工具都被开走了 小刚只好正用 农民的马前往 婚礼上 贡图大叔告诉米娅 其实小刚并没有涉及她 米娅大为震惊 她拿着捧花 刚走到一半便停住了 随后跑了出去 女王奶奶最后追了出来 其实她从一开始 就反对这场涟漪 她鼓励米娅 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米娅再度返回了婚礼现场 她黄黄走到小安面前 然后把戒指还给了她 刚好小安也是这样想的 她也不想当一个 只听从父母安排的妈宝男了 就这样 让人默契地结束了这场婚礼 米娅向大家宣布 自己要取消婚礼 就算她没有成家 她也可以当好一个国王 同时废除 必须结婚才能继承完美的规定 这个提议 让在场所有人 纷纷举手赞同 一言见状提出了抗议 这时候小刚也赶到了现场 她表示支持米娅 她主动退出了继承的竞争 就这样 米娅顺利地完成了 国王的加冕仪式 现任的奶奶 也和光头大叔走到了一起 米娅也终于和小刚 忠诚眷属 不得不说 这部期真的很能让女孩们激动 多多少少女孩的公主梦 都在这部影片里实现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